引起腰肩盘突出的因素一般主要有什么? 腰肩盘突出是常见的骨骼疾病,患者早期一般会表现微轻微的腰部不治,主要原因是椎肩盘腿变破裂后突压破脊脊髓而引起的。 腰痛是众多患者的共同症状,一般患者都是从事与体力劳动和举重运动等过负荷的活动造成的。 常见于中老年人,腰椎肩盘突厌重,三大危险丁兆需注意,疑患者出现走路不稳症状,说明神经的运动功能已经受到明显的影响,再不可能导致神经损伤。 出现神经损伤以后,手术只能保证症状不再加重,而不能恢复,因此,当患者出现走路不稳,走路过行等症状的时候,多建议手术。 二患者出现大小便障碍,大小便障碍其实是马尾神经受到影响的表现,此时必须要给马尾神经减压,因此,多建议手术。 三患者出现腰椎不稳定,腰椎如果出现不稳,不定可能影响腰椎肩盘,还可能导致周围脏气受到损害,因此,需多建议手术。 腰椎肩盘突出的手术的代价是高昂的,除了高额的医疗费用,还有巨大的痛苦,术后复杂的恢复过程,以及难以预料的后遗症。 所以,在临床中,一般是以博手疗法为优先选择。 当我们确诊换了腰椎肩盘突出后,一定要及时的进行根治,避免病症的进一步加重,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。 腰椎肩盘突出的食疗方法,隔根吃豆粥,配方,隔根20克,吃小豆30克,精米50克。 制法,将隔根加适量水煎汤取枝,然后用汤汁和吃小豆,精,米一起煮成粥。 功效,吃寒,同酪,适用于含氏组酪性腰椎肩盘突出。 用法,温热腐食,深锦草煮鱼,配方,鱼鱼一条,深锦草食五克,当归六克,盐少许。 制法,将鲜鱼铺洗干净,与生锦草,当归一起加适量水煮熟,加盐调味即可。 功效,适用于壁痛心腰椎肩盘突出,正见上之窜痛,麻木等症。 用法,成鱼和汤,和汤和地,将胡桃肉三个即鲜和地八个捣碎,水减幅,至于血运为特征的腰椎肩盘突出。 腰椎病的根治方法,仔细看,决定你能否根治。 贴疗法,贴肤疗法是中医传统的外缓解法,现在要贴贴风式借助药物对水味的刺激,以及八经络,调整细血而防治疾病的一种方法。 张静跃远,腰为肾之腐,肾欲旁观,为妖礼,固在金属太阳,在脏属肾气,张是把腰部疾病包括该病痛、钻、胀、麻、冷珠症氛围在脏与在精两类。 在脏者,滥烟肾亏患者脏腐阴阳气血失去平衡,此际在脏属肾气之一。 在所有的方法中,外缚中药的方法非常不错,外缚疗法可以持续控制脊药速度,并且用药部位在体表。 中断体药方便,原落骨包就是萃取中药精华,有效成分透过皮肤直达病脏。 活血定通,至今已有二百余年传承。 对腰椎间盘突出有非常显著的疗效,解决95成以上腰椎间盘突出问题。 被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,同时可活血化于散寒厨师,增强药物疗效。 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,网上就能看得到,除了配合药物之外,平时一定要注意休息,和对腰部的保护。 做到实时用心,定能定出,腰椎间盘突出如何运动锻炼。 坐姿,正确的坐姿是上身挺直,收腹,消和微收,下肢并拢,在上述姿势的基础上,尽量扬腰被解贴一倍,这样腰底部的肌肉不会太疲劳。 反复戳腰,将双手分别放于同侧腰大基础,由上向下,在自笑而上反复戳时都15次,以双侧腰部发热味度,垂肌腰部,取站时,两腿稍分开。 左右手半握拳,轮流朝后锤进腰椎间盘突出之处,做五十次,离度亦能忍受位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